主席 謝謝主席,然後有請部長 請林部長 副署長的旁邊 請劉副署長 部長你好,委員長 整個台灣社會都在問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只是行政法 都還沒有牽涉到刑罰 結果這個法案可以從 初委員會到現在協商 要兩年了 剛剛部長在答詢其他 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說陸陸續續都有意見進來 部長 對不起喔,我聽不懂 我為什麼會聽不懂 部長你知不知道 你們今年年初 第四次協商的時候 交通部派來的代表 黃玉琳次長 在現場是怎麼跟大家講的 都支持 都贊成 交通部立場有改變嗎 呃,立場是沒有改變齁 不過我跟委員說明 比如說汽機車的整個財閥 我們怎麼去規範會比較 我先停一下 這個是2月以後才出現新的意見嗎 這個意見出現多久了 我要問的事情 是說 怎麼樣有效防治酒駕我相信高見很多 行政部門的立場 是不是要等到 窮盡所有可能的高見以後 才要有一個固定的立場 第四次協商 今年2月 我之前 怕大家誤會交通部 我不知道部長還記不記得 我在這邊 很鄭重的問部長 說外面有在傳 前面協商之所以 沒有辦法通過 是因為交通部在擋 部長上次在這邊 跟我巡討的時候說 絕對沒有 交通部支持 2017年11月30號 就有結論啊 怎麼會到今天還沒有完成修法 我直接跟部長講啦 交通部反對 警政署反對 說同誠共責 這件事情 交通部沒有辦法支持 警政署說執行上面會有問題 部長 這個是你的立場嗎 是 我想這個部還是 從法裡面 因為我們交通部並沒有說 不支持啦 我想如果說 對不起喔 部長先停一下 交通部沒有說不支持 奇怪了 我在上面白紙黑字 交通部出具的書面意見 是不予針定啊 對那是因為參佐 法務部的意見 是不是行 所以現在責任是要 推給法務部嗎 大家共同努力在推動的 2017年11月就過了 結果拖到今天還沒有完成立法 明天 我拜託趙偉 再舉行一次協商 明天交通部的立場 會不會改變 我想 我就我 作為一個交通部長的立場 我是支持的啦 好 部長 我只需要你這句話就好了 部長今天表態支持 明天到黨團協商會場的時候 我希望不管交通部派誰去 帶著是現任部長的立場 而不是前任部長的立場 莫名其妙耶 這麼重要的法案 黨了一年多 結果是我們的行政部門反對 在協商的時候 我請他們提具體的理由出來啊 結果怎麼樣 結果因為行政部門反對 法案在立法院拖了一年多 有不一樣的立場沒有關係嘛 大家院會的時候表決啊 每一個立法委員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嘛 但是如果 今天是因為行政部門的杯葛 讓法案在立法院躺了一年多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那現在怎麼又拖 拖了這麼多奇奇怪怪的意見出來 部長你知不知道 現在有一些執政黨黨團的立委反對 所謂同車共責的條文 那個條文是誰寫的 部長你知道嗎 委員請說 部長你去看 我直接繞 我直接繞回去 2017年11月30號 2017年11月30號 第二次協商的時候 其實就有共識了 包括同車共責 包括有關於拒絕酒測壘犯的處罰 包括有關於 懲罰性賠償金 通通通都有共識 那一天協商的條文喔 是交通部準備好的 協商紀錄寫的一清二楚 那一天交通部 派來的代表 陳文瑞司長 一開始就準備好啦 有各式各樣的方案啊 那個都是交通部域你的條文耶 而且那一天 正是因為有結論 我現在在講的喔 還不是今年年初的 2017年11月30號 朝野協商確認版 這個是誰整理的 這裡面全部都是交通部自己提出來的條文啊 你們行政部門 統一了見解 有不一樣的見解 結果可以拖到現在什麼 現在已經2019年 中間 不斷的拖延 大家到今年年初 二月的時候 第四次協商 結果有意見 不來講 在現場都贊成 結果等到協商結束了以後 主席宣告了以後 欸奇怪了 又突然多了一堆意見 那等到這些意見 全部都要窮盡完了以後 才要處理倒交條例 那還要拖多久 部長你知道 2017年11月30號 這個是交通部你的條文耶 大家是按照交通部建議的條文在協商耶 後來協商 大家討論過了以後 那些所謂今天有爭議的條文 那時候大家都同意啦 後來怎麼會開第三次的協商 我剛剛老實講我是不知道啦 嗯 但是不管怎麼樣不能夠作為拖到今天 還在繼續拖延的理由啊 委員上次也質詢過 比如我們以具體來講 同車共責我也是支持的嘛 所以我們的立場 如果逐條來看都是很明確 但執法上 你怎麼去認定這個車 好我先停一下 執法上的問題 請問是不是最近才發生的 討論了多久啊 從在委員會的時候 就在討論執法的問題耶 部長你說要執 你說要執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本身的標準 你要去問 他知不知道 事前 好那是 有舉證的責任是在他 還是 客觀的標準 我的高見就寫在我的條文裡啊 後來是什麼 後來是 你們交通部的官員說 我前面要求明知 這樣不好 他們不好執法 為了要方便他們執法 所以依照交通部跟警政署的條文 建議通過 部長你怎麼會問我的意見呢 我的意見寫在我的法案裡 我那個時候 為了要促成這個法案可以過 我提出來的條文喔 是司法院比較支持的 但是因為為了你們執法 警政署交通部 說改成你們這樣的條文比較好 我也支持啊 我支持你們交通部提出來的條文 結果部長你今天訪問我說 到底要怎麼執法會比較好 這會不會太奇怪啊 末路啊 剛剛我講的是一個嘛 同車共責的這個部分在執法上 部長對不起喔 我們一樣一樣來 剛剛講的是同車共責嘛 對啊 我就說啦 現在過的條文就是你們交通部寫的啊 改了我的條文我都欣然接受耶 我沒有堅持己見 我顧及到行政部門要執行上面的需求 就按照你們建議的條文 我就同意了耶 結果現在交通部反而過來 質問我 說到底要怎麼執行 這個推卸責任會不會推卸的太離譜了 那我們會不會推卸的規定 事實上 剛剛部長在講的 技術性的部分 你們都已經草 草你的作業程序出來了 是 市長 是嗎 市長 市長 那既然已經草你的作業程序出來了 怎麼不趕快公告 給大家說 我們警政署準備好了 我們SOP都建立起來了 然後讓一些莫名其妙的意見 現在拿來作為拖延酒駕完成立法的理由 公開跟大家講嘛 討論了兩年 我知道警政署很辛苦 後面的這個作業要點 全部都寫出來啦 那到底還在拖什麼 到底是誰有意見 這個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整個新的法還沒修 甚至就是我們現在正在修 但是我們是行政單位在做準備 你們準備的內容 交通部知不知道 我們開會都有提 對啊 所以你們現在準備出來的 這個SOP交通部也知道了嘛 這在我們裡面在討論 對啊 那你們行政部能統合一個立場出來啊 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吊 拖兩年 不是跟委員報告 在本署的立場 在內政部的立場 第一個嚴懲酒駕 那對政策我們絕對支持 所以在大家有共識之後 我們一定會落實之心 加強之心 我再講一次啦 就是說 我那天在協商也講得很清楚了 行政部門坐下來 統一看法 明天協商的時候 把立場直接拿出來 那要不然互相在那邊扯來扯去 扯來扯去拖兩年耶 整個台灣社會都快受不了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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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